大家好,今天3月25号 上个礼拜,美国股市因为联准会 预计说今年有三次降息的机会 所以,道琼在上个礼拜创了历史的新高之后 上礼拜五,他呈现一个突破压回的一个走势 能不能够在持续的去创新高 当然对加钱指数这个地方有一个牵动的方向 但是在跟台湾的AI比较相关的 一些个股来讲,像费城 费城在这一波他跌破重要的支撑后再拉上来 上礼拜五又来回撤 回撤夜线跟上升趋势线 所以这一条上升趋势线 他会不会再跌破 这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条线毕竟是长期的趋势 不能让他扭转 因为美国股市在目前都还是在一个多头架构 没有问题 但是他会走多眼 他会怎么走 这个都是牵动到整个台湾股市 会不会继续的做创高的一个动作 所以上个礼拜 其实在美国重要的一些AI的个股像超伪 包括像挥达 都是一个呈现一个涨势 那挥达更涨的3%多 所以在整个挥达的股价 他之前的历史的高价在974块 会不会再做突破 这很重要 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来到942块 那挥达这两个股 当然他的股价在这一次跌回来之后 那黄仁轩总裁告诉各位 接下来人型机器人 未来这个秘密武器 当然就是整体整个趋势的一个结构 所以在台股只要卡到机器人 其实这个地方他都会做一个拉台 那真的说在这一波 这些机器人的个股 他会引发了一波的一个飙涨行情 因为很多人看到 所罗门就是跳空、涨停、锁住 其实所罗门的飙涨 那大家又开始去寻找 会不会有所罗门第二 所以呢 东敲敲、西敲敲 但是各位 那你这样每天 去追一档股票 而且是不同的股票 那能够让你赚钱吗 其实现在都是消息面 消息满天飞 那我不知道 这个投资朋友 你真正有没有在这个市场里面赚到钱 这才是最重要 因为重电股 它为什么 在这一波 它一路涨上来 拉不回来是因为电价 涨了11% 那以后呢 像金盐厂 包括一些呢 比较高科技的一个设厂 都是要用到 所谓的一个重电 所以这个族群 其实不是说真的它的基本面 那有多好 它就是在炒一个题材 那市店呢 最近我也跟各位讲 因为空单还这么多 你真的不要去空它 像华晨也一样 这个都是提醒各位 不是股价涨多 那你要去放空 老师也不是要各位 你在这个地方去追股票 我只是告诉各位 追股票真的 不会让你赚钱 那其实在整个台股 在今天呢 各位看到 它是开地之后 震荡拉高 尾盘在下山 跌36点 其实跌36点 不算什么 但是有一些股票 其实 它是持续的 在拉回 那甚至呢 在破底 那只是说 各位呢 你们每天看消息 追股票 那你们 去追高杀低 其实你也占不了便宜啦 但是你这互类的说 现在做多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 现在是一个高档震荡 个股轮涨了 这样一个行情 个股轮涨各位 不是一档个股 它能够连续 一路拉一个波段 没有 它只是在一个短线 的一个来来回回 但是 但是 你能不能够去抓准 那个节奏 那当然很重要 但是这个节奏 各位 不是你们抓的 是后面这个控盘者 它的一套资金 其实呢 它可以到处创 到处呢 各位 去拉不同的股票 那你看到今天 消息 你看到 今年代工 成熟制成降价 那很多人会想到说 那这样的话 那对联电世界先进 这个 它一定会影响 因为 产商要砍4到6% 那如果砍下去的话 那利润 就没了 尤其这种代工 代工 那你这样砍 那还有什么利润呢 那今天 传闻 大陆 要禁用什么 Intel跟超伟的 这种晶片的示范器 但是 可不可能 大家去想 我是想说不可能 但是 报纸刊的 当然你们都会相信 所以很多人 就会去追 一些IC设计股 但是各位 你找盘去追 那有让你赚到吗 其实现在大盘 我不是说 它是中空或是长空 或是要重挫 封盘 我说这个时机点还没有到 它现在 我讲过它在修正 修正指标 包括修正 季线的乖领 我想我只跟各位讲说 这样的一个修正 就会让很多股票 各位 真的 会让你赔大钱 现在盘不是说 是 崩盘式的这样在跌 没有 盘都还没有跌 但是很多股票都已经 不知道跌到哪里 那只是说你们没有用心去看 你们每天看的就是在整个消息面 好像说 哪里有鱼就往哪里去捞 但是各位 你捞得到 那当然这才算嘛 那捞不到呢 各位 那你还是 两手空空嘛 所以各位看到说 上个礼拜 即使说在现后 因为投信我们不用讲 00940 其实我也跟各位讲很多的 那 00939 00940呢 其实 比较相关的像联发科 长荣这种股票 那我都比较给各位看了 完全各位都没有涨 那尤其说00940 那尤其说00940 像新浦这种个股 它也是没涨 而且呢 它持续的下跌 那是说认为这样去追股票 那会让你赚到钱吗 所以呢 有时候呢 这个地方 我只是告诉各位 做股票 你要往哪里去 那才 连电今天各位 它虽然没有涨 但是也没什么跌 也没什么跌 你说照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连电今天应该要中错 但是没有 它并没有大跌 所以说消息满天飞 那里面自己要做判断 有时候呢 利多 当然不是利多 但是利空也不见得 是利空 但是我不是要各位 你去买连电 我只是告诉各位说 你看到这样的消息 当然你会去追 一些IC设计 但是 以整体的一个架构上来讲 因为 我不知道各位 的想法是怎样 其实 上个礼拜 虽然外资 投信 自营商在现货 都是买超 但是外资它 其后 翻空 但是 我不是要讲外资 我现在要讲的是自营商 其实自营商在短线上 那其实它是最敏锐的 那各位 自营商虽然在 现货市场 他在上个礼拜 他还是呈现一个 大买超 礼拜五 他还是买了 13亿 上礼拜 我还是买了13亿 但是 各位你看到 这三个交易日 他在其后的空单 布了多少 四万一千九百七十口 我不知道说 自营商 他们的想法 但是 我认为说 他在这个地方 应该有 所谓的风险的意思 所以 在操作上 真的各位 不要人影一影 其实我今天要跟各位 讲的重点在哪里 因为 现在涨的股票 除了说在重电股 是之前 前一波呢 他跟着大盘 涨上来的 他现在还在涨 但是其实 在之前 大家在炒热AI的时候 那是谁带上来的 我想各位 三个族群 你们应该很清楚 第一个族群是IP 第二个族群呢 是细光子 你们当时在 抢细光子 大家说的 会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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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提醒你说 筹码在松动 不要再去追高 那最近 各位 回答了 因为新的晶片 他会把传统的 散热呢 这个地方去除 他改一两 那各位看到说 散热的个股 除了说现在 在传产里面的高利 这档股票 也是我们以前的 在低档介绍各位的高利 还在涨以外 那 齐鸿呢 各位 他今天有没有涨 也没有 所以我们来检视说 IP的股王是谁 3661的四星 对吧 各位 你看到 他是这样跌的 你说这个地方 大盘是 多头没有错 但是有些股票是真的 各位 他的左势是不对 除非说股王 还要再带上去 你说祥寿 今天拉上来 拉到快涨停板 但是各位 那这些股票 都没有跟上去 那祥寿也涨得到 在高点的位置点了 那会不会呢 这去往上带 你说即使祥寿在 拉过高 他们没有跟上来 因为股王是谁 股王是四星KY 各位 那种股票 那你看到 他如果没有拉上去 你说这个盘 你说要大涨 我真的不相信 信心 这个都是呢 西光子各位 股王信心来 各位 他有没有在创新 有没有在涨 那你做散热 每个人都在讲的 3017的 旗宏 你看已经跌到 夜线 跌到夜线 除非呢 各位 他量说明天 放量再供上去 那如果没有供上去 好 夜线跌破 那 来季线这一条 那这空间就很大了 那重电股 各位看到 好 这个是上一波 我跟各位讲的 好 只有呢 滑城 还在创新高 滑城还在创新高 但是其他的像IP的 好 四星 好 像西光子的信心 好 像 好 散热 奇红 他都呈现拉回 好 都是呈现拉回 各位 你看到双红 最近他是最强的 但是各位 他也是在这里 好 他都上去之后 拉回来 你每天去追 你每天去追 也赚不到钱嘛 他是最强的 但是 你每天去追 也赚不到钱 好 已经一个礼拜 好 已经一个礼拜 都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 就在720块 到680块这边跑 对不对 好 那这个也是呈现一个什么 好 高档震荡的一个格局 好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说 现在 或许ETF的00940 1700多亿的资金 好 他还在场内 那你说这个大盘要马上拉回 好 我也认为说 好 短线上 尤其在这个礼拜 好 应该要大幅拉回的机会 也不是很大 除非有很大的利空 好 但是 这个礼拜过后呢 ETF00940 他挂牌之后呢 那接下来有没有更大的资金 好 动能 好 去做进场 如果没有 你看到今天大盘 好 量已经又收到 好 3000多亿 大盘在上涨的一个阶段 其实量说 这个是不好的 好 更何况说大盘在这一波涨上来 它是呈现一个背离的左势 好 所以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重点在哪里 好 因为 老师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说要叫各位 好 去放空 我只是提醒各位最高的风险 放空的时机点还没有到 你要放空要等到什么 你要等到整个趋势 好 他流转向下 好 整个趋势流转向下 但是目前各位 大盘还没有 他还在所有金线之上 好 所以你还来得及 有些股票你该测 你先测 好 不会吃亏 不要 好 这个地方 好 爹着怕死 帮去 怕败 就高败 我怕败去 好 去 好 败去 好 去 去 好 你就这样的想法 真的各位 好 很多股票 你真的会来不止于卖 但是后面的这些 好 补涨的个股 好 你看到机器人从广民今天你看 涨了快7% 到最后各位 他就翻黑 对不对 化汗今天还强一点 红准各位 都是涨完了之后 那现在呢 那开始什么华金科的 华金科的股票什么题材都有的个股 哦 他涨顶多是涨一两天就结束 那你可能就是在那边 好 可能抱抱抱 啊 蛋啊 蛋啊 每天呢 哦 哦 就那边什么 哦 扛蛋啊 哦 你不会让你赚到大钱啦 这种落后补涨的股票 我讲过 不会让你大赚的 哦 那你不要听人家跟你讲说 哦 所罗门飙涨之后 那接下来华金科 哦 会飙涨 各位 不会飙涨 哦 不会飙涨 哦 顶多让你赚个一两天 哦 我相信这样已经不错了 哦 所以 我认为说这些个股 哦 让别人去赚 那真正好的股票 那我们还在等 哦 你看到达发重个股 哦 卖掉之后 哦 他现在我们 也是一直在等待 哦 哦 他的一个 哦 买点出现 但是 哦 现在都还不是买点 哦 所以呢 哦 这个地方能等 哦 就是要等 能忍耐就忍耐 哦 到最后一定是我们 哦 绝对呢 是市场 哦 的一个赢家 哦 因为除非 哦 你说这IP的股票 哦 散热的股票 矽光子的股票 哦 这能够前面 再大涨上去 那如果没有 那这些呢 各位 哦 之前的主流 哦 他都没有办法再拉上来 那你认为这个大盘要走多远 哦 我相信各位 哦 你们真的要去 哦 做思考 哦 那大盘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现在已经来到布宁县的上远 哦 那他呢 哦 压力的提升到 20507 但是下档压 下档的支撑 在19635 哦 但是 他如果跌为中线 能够索稳 当然他还是一个高档震荡 但是如果没有办法索稳的话 那我想 18763这个位置点 哦 应该呢 在 短期呢 哦 比较好的一个进场点 哦 这是呢 老师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看法 好 因为上面呢 好 一两百的空间 那下面呢 好 有七八百点 甚至呢 有千点的空间来讲 那我们要望 哪一个方向呢 已经很清楚 哦 所以机会呢 永远留给有准备 准备好 明天又七条 好看 明天同学前再会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神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 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 订阅 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